大了 信上说啥呀 大哥 这个人大有来头啊 他不仅是个散跳 还是国军专门派来 找白岐山的 这下麻烦 那有啥麻烦呢 人现在在我手上 我能就这么 白给他姓白的吗 也这么着 这人咱们先扣着 等他姓白的跟我要人 就让他给我跪下 管我叫爷爷 让他服服帖帖的 我让他干什么 他就得干什么 他要是老实了 听话了 我就把人还给他 我不能让他像现在这样 借着跟我妹妹的关系 跟我耍花花肠子 动手动脚的 不然的话 这人我就给他宰了 宰了 大哥 这事儿 二郎家的早晚会知道 以他的脾气 他要跑过来跟你要人 你怎么办呢 他也不好使 对 这事儿就怎么办 老三 既然咱们赶上这事儿了 咱们就借着这事儿了 让咱的妹妹清醒清醒 兄弟 兄弟 在 你去 对人家客气点 等他醒了以后 给我接着打 好嘞 百姬山 驾 驾 驾 你叫什么 六人昌 你认识白旗山吗 是白旗山让我来接你的 是白旗山让我来接你的 有什么话你可以直接跟我说 天寒地冻 没话生开 陶阵长 还催我到死地 联络白长官 快带我去见他吧 你受苦了 稍微忍耐一下 我马上送你下山 好 来 大哥 干 哥 哥 二汤夹子 来来来 一块吃 走吧 哥 老李官的那个姓廖的 你知不知道 他是国君的散跳啊 知道要怎么样 不知道要怎么样 人家是国君派来 跟白副司令接头的 是来完成公务的 干吗给人打成那样 还不都是因为他嘴硬 问他什么的 什么都不说 一看就是个空子 你说我不打他我打谁 我打老三 来 老三 那你现在知道他身份了吧 这不刚知道吗 还是听你说的 咋了 那就赶紧放人吧 放人 因为什么呀 就因为他是国民党的散跳 哥 你讲不讲理呀 人家一个国民党的散跳 招你惹你了 你把人家打得跟血狐狸似的 一直关到现在 你还不放人 你干吗呀 你承认跟人过不去 你就这么跟你哥说话吧 我真是纳了闷了 那姓白的是给你吃了蜜了 还是给你下了药了 怎么他说什么你都听啊 我跟你明说了 就因为是他的人 我才不放啊 他不是觉得他是正规君吗 他不是觉得他有本事吗 他不是拿我不当回事吗 行 这回他要是不跪下来求我 我不弄他个半死 别想在这把人带走 你呀 有气别冲他撒 你就冲我撒 我今天就把话撂着 这人放也得放 不放也得放 我今天上山就是从他来的 老子 你看这 篮子 你是不是疯了 我还是你哥吧 今天这人我就不放 你能帮你哥怎么样 我告诉你篮子 你要是真把你哥契机了 我连你一块儿管 我还管不了你了我 好啊 大当家的 你连我一块儿滚了去 我 你今天要是不把我绑了 我又不是跟你一个亲娘生的 来人哪 小姐 把我绑了 小姐 把我绑了 来人哪 把我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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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绑了你 赶紧拉动 小姐咱们走吧 你值得吗 值得生得气吗 好商量 好商量 白七山 你得要是给老子逼齐了 我把你这伙人全给你灭了 师爷 师爷 你怎么来了 哪儿不舒服啊 不是我 是我们大当家的 这腰病突然犯了 这会儿下不了炕 这不请您过去看一看吗 我走不了啊 我这里还有病人哪 那现在什么病人 比大当家的重要啊 咋的呀 大当家的现在请不动你 这样 容我安排一下 马上给你走 赶紧的吧 稍等啊 您啊 这就是老伤复发 一个是夜里着凉了 二一个就是用力过猛又伤着了 没关系 我给你敷上药 敬养几天吧 行了 谢了 郭先生 你轻点啊 轻点 把衣服穿上 别再着凉了 对了 郭先生 最近 野军破客栈 还算太平吧 就没消停过 打得那是昏天黑地的 谁跟谁啊 前几天晚上来了一群蒙面人 足有十几号人哪 怎么一点信都没听着呢 您没听说就对了 客栈没吃亏 那帮蒙面人都被打跑了 他们要干啥呀 就是为了那个乌德尔 乌德尔 就是客栈喂马的那个丑门神哪 就是那个长得丑了霸鸡 跟鬼似的那个 那找他干什么呀 你还不知道呢 这松甫城满城都传开了 说是这个乌德尔是当年 给老毛子找金马俊 拉小金墨的向导 你说人家能不找他吗 这 这 对了 过去这 你有没有听说是哪伙人干的 是咱们山里的胡子吧 不是 听说是 日本人 日本人 那抓走了没有 不但没抓走 还让花妻姐给放倒了三个 这娘们儿还有这能耐 光她不行 有人帮她 有人帮她 谁呀 就是那个 庆余堂的少掌柜的 就是姓夏的那个小白脸子 她也能打仗 你也没看出来吧 她手下那帮伙计猛着呢 那天晚上 凡是住在客栈的 全抄家伙了 我说 怎么一点信没有呢 看来有姓夏的这小子在 也算能给我省点心了 依我看哪 只要那丑门神在 您啊 就别想省心了 你也在里儿 这回日本人惦记不上了 可是还有那个国民党的姓白的 还惦记着呢 这不 他的尚风 又给他派了一个算条 您是说 那国军又空降下来人了 对 这回又派了一个 一看就是个空子 问什么什么不说 他是落到林子里 转了巷让我扣下了 这帮王八犊子 为了这金马军啊 真下血本 你说关先生 这日本人都投降了 怎么还有小鬼子 就是 这小鬼子就一个贱一个杀一个 让他们日本给我杀去 对 关先生 这事打哪儿来啊 我这不是刚从你们大当家的那儿来吗 说是有点不舒服 我看了还没啥事 老毛病 腰疼 费心了 累坏了吧 没吃呢 是不是 好 想吃点什么 那得给我烫壶好酒 来俩好菜呀 走着 好 老位置啊 七姐 今天早上我在大当家那儿 听了这么一个事 这些天不是都传一个 国民党散兵从天上跳下来了吗 是啊 还说呢 那人还来过我们店呢 你知道这个伞跳在谁手上吗 在谁手上 就在你们大当家的那儿呢 人让他给扣了 不是 他扣他干什么呀 我看哪 你们大当家的 不是跟那个自治军的白府司令 叫着劲的吗 这姓白的要是不服个软 这人轻易不会放 你说这大当家的也是 姓白的马上就是他妹夫了 叫什么劲的搁这儿 这里边的事谁说的蠢哪 反正我看哪 这人不会轻易放 是 这 还没上菜呀 那个 关先生坐着啊 我给你拿吃的去 我刚才听花旗姐说的 国民党空降下来的联络员 现在已经落在了天幕沙的手里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白漆山没有找到他 电台还在山里 这样对于我们来说 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不防 绝对不能让电台落在白漆山的手里 永逸 你说说 昨天呢 嗯 我带了几个战士去那趟山里边 那 这儿呢 这儿呢 是我们的野菊坡 这儿 是黑五峰 那 这个位置呢 是月亮沟 借用一下 这个地方呢 是孤英岭 这儿呢 是他隐藏过的猎人小屋 我画了一个有效的范围 我觉得电台一定藏在这里 但是 树林太大了 一个人藏的东西 很难被找到 我有个想法 在他藏匿的猎人小屋这里边 我们安排我们的战士 隐蔽在这里 如果 事情真像花旗姐所说的那样 人在天不杀手里 而天不杀的妹妹 和白漆山的关系 我们都知道 白漆山 如果通过 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要人的话 他一定会去找电台 那我们就在这里 打他一个伏机 消灭来找电台的这个联络员 如果说 我们得不到电台 那白漆山也别想得到这个电台 我们找电台太困难了 但是 如果我们把知道电台 藏在哪的人消灭掉 我们就大功告成了 我们就测得了 我们在这边 这边有声音 那是不客气 是啊 那是不客气 哪里 我叫我 采风 到外面去召看一下 好 采风您好 什么时候带我下山 现在还走不了 自尸君的萧苍长呢 他为什么不来解救我 这里是黑虎堂的地盘 他的手伸不到这 你这次来找白副司令 有什么重要任务 可以先告诉我 我带来一部电台 电台 在哪儿 任务藏在山里了 具体藏在了什么地方 藏匿的地点 只有我自己知道 不过我们的继续 我必须见到白岐山本人 才能交出电台 所以你必须想办法带我下山 见到白岐山 我会尽快想办法的 你得坚持住 来 各位们 松府就这么大个地儿 这么多地儿 连个人都 齐山 那个三条找到了 在哪儿 在我哥那儿关着呢 死活不肯放 你哥不放人 一定是冲着我来的 他无非是想让我跟他服个容 没这么简单吧 那怎么着 把我的命还搭进去 俗话说得好 不看僧命看佛面 就是冲着你 他也不至于把事做绝吧 他要不把事做绝 他就不叫天不杀了 昨天晚上差点把我的都关起来 那个伞跳叫什么 叫廖昀昌 他说他带来电台来 电台在哪儿 他藏在山里了 他说必须亲自见到你的面 才能说出地点 小子猛 这两天跟我上一趟黑虎堂 我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人要出来 站住 白岐山前来拜访黑虎堂大当家的 你先在外边候一候 等我们进去通知一下我们大当家的 你再可以进去 好 大当家的 大当家的 报告大当家的 自治军白副司令来了 说要拜访黑虎堂大当家的 把他们的枪都下了 叫他们进来 是 大当家的 大当家的有令 你们要进去可以 先把枪都交上来 交不交 小姜哥 没有枪 进去吧 大当家的 白岐山 特意拜访您来了 大当家的 大当家的 你别在这儿跟我斗圈子了 我知道 你是来要人的 可是我先把丑话说在前边 不是我天不杀不仗义 是你那小兄弟 落到林子里转了巷 碰到了我的人 后来呢 就把他带回来了 可是问他什么 什么都不知道 一句话也不说 还趁我的小兄弟们 吐吐吗 小兄弟们急了 就给他动了点心 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 这点小罪他会经受得起 害他娘的挺有肿 再后来 我们在他身上 找到了一封信 这一封信 才知道 他是来 联络你 白掌管的 我也不瞒你 知道我为什么不把人给你吗 是因为你姓白得太不地道了 你口口声声地说要娶我妹妹 我妹妹前脚到你那儿 后脚你就把她当枪使 差一点把命赔上 还有一个 就是你太猖狂 那天的自治军司令部 还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我动手 你胆子也太大了 你在松队这地面上你打听打听 别说跟我天不傻动手 谁敢多看我天不傻一眼吗 没有 即便是一骨 那她娘的还没出生呢 谁敢 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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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着哥哥张脸 我自小把他管到大 不懂礼数 不知道江湖险恶不会看人 才上了你的当 死心塌地地跟着你走 但是你瞒不了我 你什么花花肠子 你打的什么主意 我是都清楚 不信大家伙就看着 有一天他要是不择手段 达到他的目的 他定会是一个 翻脸不认人 六亲不认 心狠手辣的种 咱骑驴看畅吧 走着瞧 大灯家的 您说了这么多 能容我说两句吗 你想说什么你就说 说了也白说 在这黑虎堂上下 也就我那傻妹妹能信你 在座的都是我的兄弟 他们也有一双 能分清黑白的眼珠子 大哥 你跟他废什么话 他不就是要人吗 行啊 板山里的规矩办 对 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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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听见了吗 今天你要想把人带走 就得按我们的规矩办 你的兄弟要是命大 他就是你的 你就可以带他下山 但是你兄弟要是没那么大福分 不好意思 白长官 你只能抬着你兄弟的尸首 乖乖地下山 大当家的 白旗山不才 这山上的规矩 我实在不懂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去 把人家白长官的兄弟 给我请上来 是 大哥 你们几个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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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走 带走 你 快 跪下 白长官 让你受苦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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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当家的 黑虎堂威贞四方 就这么对待 有点不合适了 你少他娘的废话 我能让他活着 就算他命当 啊 你不想知道我们的规矩了 那就说出你们的规矩了 把东西把东西给他顶上 是 走 行白的 你听好了 规矩就是 你们出两个人 我们出两个人 每人一枪都打完了 你兄弟要是命大 你就把他带走 如果你兄弟 要是没这个福分栽了 你就背着尸首下山吧 开始吧 我先来 长官 站住 就在这儿的 分开 来 快点 来 来 礼 老小 都在一家 今次 有 来 出 到一家 你小子还算老实 我防了你一手 我怕你手里拿了枪 回神给我一下子 小三 把那带子的家伙给他 小三 小三 等等 我来 好 小子 该你了 好 好 小子 你 我不会 应该就我不会 一点 我 想 不 你 估计 我 我 现在 你 你倒是开枪啊 开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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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开枪啊 要打你就打 别让他娘磨叽了 你是个带兵打仗的 开枪有那么难吗 打 给 还有最后一枪 给打当家的掌灯 是 白长官 你这兄弟可真是命大呀 要是让你这么把人带走了 我真是不甘心呢 赛三 把枪给我 你就知道我使日不顺手 哥 你躲开 你等我忙活完 大当家的 白棋山之前对你多有得罪 今天当着黑虎堂所有兄弟的面 给你赔不是 你大人有大量 岐山求你了 给我的兄弟一条活路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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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 这 你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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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是 这个 我 叫爺爺 叫我爷爷 叫爷爷 他叫爷爷 叫 叫爷爷 叫 叫爷爷 叫 叫爷爷 叫爷爷 叫 叫爷爷 下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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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爷 他叫了 对不住了 白长官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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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锦山 带着你的人滚 老三 带我送客 嗯 白掌官 萧三毛 请吧 谢谢大唐家的 撤 你回来 啊 不 不 你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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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观察 千万别打喝水 放心吧 阳队长 怎么样 一切正常 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继续观察 千万别打意 越早发现情况 越我们越有力 是 去吧 走 白长官 我们要不要去取一下电台啊 不着急 咱们先回去 就咱们几个人去取 太危险了 回去之后 我立马组织队伍 过来取电台 最好是夜间行动 明白了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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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林 师爷 师爷来了 七姐的 骑 把七姐给我叫出来 唉 师爷 你这是找啥呢 七姐 是这么个事 你这儿有个叫丑门神的人住这 对吧 大当家的要见他 这两天 你一定把他送到山上去 这话说的 丑鬼 我为什么要把他送给大当家的呀 七姐 你就别打雅弥了 他就是人们都在找的 乌德 大当家的脾气你比我清楚 我就不用多说了吧 这样 我把话给你带到了 你安排 我先走了 我把他帮给你 不 说 鸡 鸡 点 大伙 把手上的活都存一下 我跟你们说个事 明天呢 黑虎堂大当家的 要把丑鬼带走 丑鬼这次跟他去的话 十有八九小命是保不住 丑鬼是我的人 我死都不会放他去 大不了就把我的命搭上 不是 掌柜的 让我把话说完 这些呢 是我全部的家当 你们几个分一分 明天一早 拿钱走人